小小的身影努力挥挥小瘦 身高几乎才跟桌球桌一样高 这是小班的高承睿 展现高度的兴趣与天赋 如今19岁的他跟着师傅庄志渊 一起勇闯巴黎奥运 但这一路来不容易 承睿他只有一双鞋子的经费来去采购鞋子 后来去了解他就说 器材的经费挪去拿去比赛的 如果是三分之二的话 光旅费应该就要300到500 想成为国家代表队的一员 荷包得够深 前桌球国手透露最大的问题就是旅费 国际赛事机票动辄6到8万元 巡回赛还要转店 甚至训练器材营养补充 统统要钱 一般家庭很难负担 在基层的话 主要还是靠家长 然后再靠学校 打好基础了之后 然后去选上国手 进入代表队才会有企业来赞助 开放民众的话真的是一大家音 体育署新版赞助媒合平台写下 朱扯少将高承睿还需要300多万元的赞助 一上线被点爆网页一度瘫痪 摊开项目来看 除了参赛旅运费占大宗 医地训练费 选手营养费 甚至运动保护费 例如物理治疗 心理资商 运动科学系统 统统需要民众来斗内 愿意把消息有放出去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蛮多企业愿意 就是提供协助的 小时候有同学说 体育班差点被他爸妈打死 肯定不搞 自己的小孩都没得打了 还要顾及他家 有能力的话可以 因为台湾的体育环境真的不太好 我希望政府跟民间多多的支持他们 我觉得他的学生很辛苦 体摊培育环境 呼吁得靠全民来改善 让更多的新兴幼苗 能一步步展露头角 跃上国际舞台 怀宇新闻张晓宇黄萱 台北采访报导 请订阅按赞 分享怀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